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卷 国家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公元1650年 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滚去世那年 有位名叫阿歇尔的爱尔兰大主教 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力计算 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 耶稣诞生前4004年 如果你有兴趣 他甚至还乐意告诉你 具体的日子是1月28日 星期五 或者10月23日 星期天 上午9点 阿歇尔的日期很有意思 因为考古学的发现证明 人类最早的文明大约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 也就是说 如果阿歇尔计算准确无误 那么从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就只有短短500年 这当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自编自演的节目 出巢很晚 前夕很长 人类的诞生也一样 历史学家给出了另一张时间表 显然 我们不是一个早上被创造出来的 从攀树的圆群到正在形成的人用了数千万年 再到完全成为人又用了数百万年 真正现代人类的历史其实只有几万年 呵呵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不过 尽管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 我们无法找到夏娃在伊甸园大造起反 发明人类第一条三角裤的确切时间 但正如第一卷祖先所述 夏娃造反之后的故事是清楚的 女娲登坛 创造了士族社会和生殖崇拜 福西社局 母系变成父系 炎帝东征 士族变成部落 生殖崇拜变成图腾 女娲 福西 炎帝就是所谓三皇 然后是五帝 皇帝 专须 帝库 姚 顺 五帝的历史使命 是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 最后是起 废善让 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国家诞生 文明就诞生了 历史也一分为二 之前叫史前史 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很长的史前史 轨迹简单 线索清晰 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 士族 部落 部落联盟 部落国家 文化程度或文化史的断代则依次是点 面 片 圈 国 最原始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 这就是原始群 也就是文化点 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 它就会壮大 变成文化面 成为士族 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 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 就会连成文化片 成为部落 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 联合 兼并 甚至战争 则会形成文化圈 也就是部落联盟 这时离国家就不远了 而国家一旦诞生 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国家是文明的里程碑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 其中 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出来的为第一代 叫古代文明 在此基础上创造的是第二代 叫古典文明 古典文明包括印度 希腊 波斯 罗马 拜占庭 日本 阿拉伯和俄罗斯 古代文明在东半球则主要有五个 它们是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 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美索布达米亚 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 南欧爱琴海区域的克里特 中国黄河流域的夏 需要说明的是 又叫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巴跟印度文明是两回事 美索布达米亚则原本是希腊语 意思是又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 所以又叫两河文明 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出现最早 此后哈拉巴克里特和夏文明也相继诞生 时间都在距今三四千年前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 风格各异 克里特的女神崇拜 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 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 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 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六个农业部落和四个游牧部落的联盟 第一任国王居鲁士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 为什么部落一旦强大 上帝就要敲回车箭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 但伦伯朗也许能给我们启示 伦伯朗是17世纪尼德兰大师级的画家 每幅画都是天价 做他的学生则每年要教100荷兰顿 相当于当时中国的12两文银 可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 伦伯朗的画室出了绯闻 他的某个喜欢异想天开的学生 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 居然把自己拖得跟女模特一样 对此那位学生的辩解是 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 伦伯朗则用手杖敲着墙说 既然如此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 这对宝贝只好穿起衣服走人 12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士族部落到国家 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 原始时代的伊甸园 是因为像伦伯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